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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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邱瑟 那今天要來跟各位示範一下 這個星雲4200的這個安裝 還有調整 實際上 4200在安裝上 也沒有那麼困難 只要抓住幾個重點 我們現在看到 4200 來這裡 那因為它後面有電池比較重 所以你直接這樣放的話 它可能會往後倒 所以我們先把它擺這樣 把這個雲台提過來 這一軸是在左邊 然後這裡 夾快拆板的地方 把它打開 下面是調整 好 我們先把它打開 先 把這個相機 我們快拆板先裝好 從前面 往後面 推 那裝進來之後呢 你看 先把它 調整一個 基本上的平衡 先不要頭往前墜 對 有沒有 現在是頭往前 對 往後 調一點 先調一下 因為等一下還會再細調 先調一下就好 先大概抓一個中心點 好 這樣手要扶住這裡 你看 欸 這樣 大概OK 好 我們就把 快拆板這一個鍵 藍色這個鍵 把它鎖起來 來 來 往前 壓 先把它鎖起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看 就是說 你要 調整 這一台機器 在這個座上呢 不是像 盪鞦韆這樣 假如說 你這樣晃得很厲害 那表示 這一個位置 沒有調好 這樣會容易造成 晃動 它這個馬達會很耗力 也不會平穩 前後的話 會比較不平穩 所以我們先調一下 它這個高低 像這個 我們之前有稍微調過 那最好的情況下 是調到它能靜止 那我們現在先調一下 把這邊 記得這邊 左邊這邊 靠軸這裡 這個把它鬆開 它可以調這個 你看 上下 調這個上下 好 你看 你看 我們假如把它調到下面的話 往下 你看 像這個機器不是很重 你調下 你看 有沒有 就像盪鞦韆 這樣就不對了 這樣就不對了 來 把它放鬆 往上調 它這個機器比較輕 上 簡單 抓一個位置 好 比較好了 有沒有 晃動沒那麼大 對不對 好 再往上調一點 喔 情況改善了 看到沒有 有沒有 到定點了 不會動 翹起來 欸 你看 有沒有 這個一定要調 所以說基本上 這個位置一定要把它調好 就是調我們側面 好 側面這一個 上下把它 放鬆 放鬆 調整 好 好 那現在OK了 對不對 可以把它弄起來 各位看一下 齁 實際上 你看 一弄上來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 哪邊 這就是馬達 怎麼樣 這一邊比較重 好 所以你機器怎麼樣 要往 右邊這邊調 好 那怎麼調 各位看一下 下面這一個鎖 把它鬆開 把它鬆開 好 你看 往外 這邊還是重 好 因為我這個機器 550D比較輕 好 你看 有沒有 這樣大概就平衡了 對不對 好 抓住這個點 把這扣子 把它扣起來 好 把它扣起來 Action 好 基本上你看 左右平衡大概刷出來 好 那 因為剛才我們有調這個上下 你看 它就會到定位 這樣是最理想的狀態 那 各位記得齁 假如你用鏡頭 或是機身比較重的話 要調這個 前後 你看 我這個調好了 你看 它就很平均 假如說 來 我舉個例子 假如說各位 機器擺上去 擺上去 會往前或往後倒 你看 這樣就後面太重 有沒有 後面太重 這樣就不對了 你看 整個就 這個座就垮掉了 所以說 來 很簡單 你這機器裝好 你就調 調到機器 調到這個架子 不會往後倒 就是它整個軸心的中心點 在這裡 你看 這樣子 OK的 大概這裡是OK的 往後一點 調到 剛剛 剛剛 把中心點給抓出來 中心點抓出來 就不會 偏移那麼多 你看 有沒有 你要調到這樣 有沒有 前後 知道定位 看到沒有 然後左邊 它可以定在這邊 這樣的話 就很OK 假如像有些機器比較重 它沒辦法說這樣定位 有沒有 很難這樣定位 但是沒關係 你只要調到 它在晃的程度 是很輕微的 像這樣 像這樣子晃動 假如說是像剛才那樣晃動的話 就不行 就這樣 這樣就表示 整個平衡 大概都調好了 而且 調好之後 機器也不會打 兩手臂這樣就可以 調好之後 來 就開啟 好 就可以來使用 好 各位看一下 像 左邊 它不會傾斜 就轉 轉到右邊 左邊的時候 它不會這樣倒 像 像你平衡沒有調好的話 它這個雲台 我先關掉 解說給各位 好 假如 你的雲台調好之後 移到這邊 這個是這樣傾斜 這樣 這樣就不對了 這樣 然後轉彎到這裡 這樣 那就不對了 都是要平平的 都是要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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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再開一次 好 它就自動抓到正中間 有沒有 好 這個平衡調好 你看 多順 順 而且調好之後 各位 抓上來 你完全感受不到 有任何的馬達聲音 就是有一點像這樣子 傳導到手上 你會感覺像 好像有馬達那種 像我這個調好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才是標準 完全感受不到 馬達的 那個震動聲音 不然你假如拿著 會感覺 那個就不對 像這個有調好 這樣 所以說 調整好之後 你在運用上 每一個角度 都不會抖 都不會抖 你看我這樣 不會抖 這樣拍一起 這樣一起 這樣一起 然後 這樣轉 那你轉的時候 實際上 會有些 會覺得說 它的速度慢 因為我們基本上是 調大概是15度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看 現在是平的 對不對 你看我的手把 我身體沒有動 轉 有沒有 有沒有 到這個度的時候 它才開始動 它才開始動 有沒有看到 大概這個角度 它才會開始動 所以各位在拍 要移動的時候 你大概就是用這個來控制 要提長 提長 動作要提長 然後 回來的時候 回正 回正之後 把它回一下 這一手把它回一下 轉左邊 就是右推 要定位 停住 停住怎麼停 就是反方向 拉回來 你看 到正中間 對不對 拉回來 拉回來一下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就是說 反向的動作 是把它剎車 轉過來 轉過來 轉回來 到正中間 拉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各位看到 我們這個星雲4200 加上 這個小腳架 這個桌上型腳架 這個是我自己配的 雖然是比較軟一點 因為它這個是塑料 它不是鋁合金的 各位可以在市面上買到桌上型的這種小腳架 像是鋁合金的強度夠的 其實也可以這樣用 因為 它的這個把手下面 是有一個四分之一螺孔 所以很容易銜接 那你看 這個裝起來它重量 不重 所以你騎著就可以走了 也不用收 要休息 放下來就可以了 你看開機 好 開機之後 比如說我們在使用 使用當中 然後休息 找個桌面放一下 那這個腳比較軟 它因為這邊比較重 它有時候會偏這邊 它這個比較軟 有一點彈性 那就是說 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你可以加這樣的東西 實際上 我這個這樣放著 放一天它也不會倒 除非是有人碰它 你看要拍 拿起來就拍了 對不對 好休息就把它放下來 好 電關起來 好 實際上你看 我調整好之後 放著它也不會倒 你看因為這個重量 它有一點偏這邊 它是比較軟 所以往這邊跑 你看 OK的 那你也可以架在這裡來調整 做一些調整 做一些 比如說你要調平衡 也可以在這裡調 可以在這裡調 那因為它現在 比較偏重 它就是往這邊跑 那給各位參考 就是說可以加一個 桌上型的小腳架 可以讓你調整上 還有在拍攝 休息的時候 非常方便